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为人钻火 一天黑夜,有个人突然得了疾病,便让他手下的人钻木取火 因为夜很黑,那人一时找不到钻火工具,而主人又催得非常急 于是手下人非常生气,说 你责怪我也太没有道理了,今天晚上这么黑暗,你为什么不拿火来给我照亮 那样我才容易找到钻火工具,然后才好给你钻木取火吗 手下的话让人忍不住要笑,正是因为黑才让他钻木取火 而他却要让别人用火照着他找钻木工具 如果有火,又何必要让他钻木取火呢